男人在限速100的高速上开到了180 这时后面有一辆黑色轿车想要超车 男人只好换到行驶 然而就在对方超车时两人对视了一眼 他感觉受到了挑衅 不顾车上的妻女猛踩油门 可就在这时 男人把怨气都撒在家人身上 随后更是疯狂飙车 一路都在超速行驶 这时前面一辆面包车挡住他起飞了 速度从150瞬间降到100 暴躁的男人又是闪大灯又是暗闹 提示面包车赶紧让步 可面包车依旧稳如老狗 此时后面已经排起了长队 妻子提醒阿伟不要跟车太低 否则前面刹车后果不堪设想 上头的阿伟根本不听权 还跟女儿调谈起了面包车司机 这时前方突然一脚刹车 还好有妻子的提醒避免了追尾 一家人都捏了一把汗 这也让阿伟更气愤了 他找准时机一脚油门追了上去 发现司机是一位老人 于是对着他做了一个脑子有问题的手势 然后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这时妻子看到路标提示限速100 才知道人家是正常行事 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服务区 准备走时却遇到了老头司机丧彪 两人因为刚才的事情吵了起来 阿伟上去就推了丧彪一下 丧彪让阿伟给他道歉 阿伟撂下一句狠话便潇洒的一句 以为一个老人不敢把他怎么样 可他却不知道丧彪是一个十足的狠人 就在他们刚走没多久 丧彪就跟了上来 阿伟开始慌了 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面包车上 完全没注意错过了出口 对家人的话也是答非所谓 这时阿伟开下高速 却发现丧彪也一直跟着 为了摆脱他还故意闯了个红灯 这时女儿发现了父亲的异常 看到了紧随其后的面包车 妻子拿出电话想要报警 阿伟碍于面子阻止了妻子 并表示自己能搞定 然后一脚刹车停在了路边 面包车也跟着停了下来 阿伟下车气势汹汹地朝丧彪走去 问他为什么跟踪我们 丧彪一直强调只要道个歉 这是就算完了 可阿伟坚决不到钱 并且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就在这时丧彪彻底怒了 一把抓住阿伟的手抢了他的手机 阿伟想要抢回来 却被丧彪按在车上无法动摆 妻子见老公不行急忙上去帮忙 阿路过的司机吓得不轻 妻子叫阿伟给丧彪道个欠干紧头 看见两个孩子被吓哭 阿伟也不得不放下面子给丧彪道歉 丧彪缓缓缓关上车窗 从另一边下车不知道要干嘛 阿伟想趁机拿走自己的手机 丧彪把他一把抓开 然后从车里拿出农药 阿伟见状急忙逃跑 农药的气味很上头 一家人被枪的差点窒息 阿伟只好停下车打开车门透透气 然后在树林里找了个水塘给女儿清洗农药 眼看丧彪就要追上来 他们赶紧跑回车里 可关键时刻轮胎却打滑了 只见丧彪不慌不忙地准备拿出农药 阿伟赶紧下去推车 阿伟知道这回遇到了狠人 于是赶紧拿起手机准备报警 不料刚打通电话 手机却掉了 一家人都很害怕 妻子把车开进小区横冲直撞 差点撞到小孩 路人叫他们赶紧下车 可这时丧彪又跟了上来 妻子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 没过多久终于来到警察局 把情况登记好后 又在佛波罗的帮助下修好汽车 最后在警车的护送下前往陆地里 而这家人对白色面包车产生了新的阴影 看到白色的面包车都感觉像丧彪 阿伟更是产生了幻觉 看到的所有车都是白色面包车 显然是被丧彪吓破党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丧彪已经通过阿伟的手机找到了他的家里 并且把他的父母都绑架了 这一家人刚回到家 竟发现两个老人被锁在厕所里 妻子见状赶紧把阿伟叫上来 可刚上楼 就被丧彪喷了一点的农药 直接从楼梯滚下去 妻子急忙关上房门 但丧彪并不打算伤害妻儿 只是对阿伟一顿乱喷 他想跑却发现门被锁住了 只好躲进其他房间与丧彪沟通 见对方并没有回答 于是赶紧打开房门朝屋外跑去 完全不管家人的死磨 只顾着自己逃命 此时丧彪也走了出来 阿伟见状往树林跑去 却没注意脚下有根铁丝 转了一圈 没发现丧彪又跑了 于是他来到楼下准备爬上去 此时的阿伟早已被恐惧致陪 他害怕的只想回家找妈妈 在母亲和妻子的帮助下 终于爬了上来 刚进屋就大声地哭了起来 早已没有了男人的尊严 母亲看到他满脸的笼包 便拉着他去冲洗 妻女看着狼狈不堪的阿伟 家里的顶梁柱内心 却是如此脆弱 那么当时为什么要逞强呢 佛伯洛很快就赶了过来 而丧彪却再一次 来到两个女儿面前 说完就走了 生活回到正宾 但家人对阿伟的态度 发生了巨大的打破 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 却没想到那辆白色面包车 再一次出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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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